大家也想知道是否烏冬的战程 我们也会谈谈烏冬的战程 先看看烏冬的战程 讲到烏冬战程 我想大家都有几个位置要看 第一个,经常都说 这个是顿涅磁克州 这个是劳金斯克州 大家看不见这条天然分界线 这条天然分界线 大概是不顿涅磁河 你看到这个顿涅磁克,白色 白色代表什么呢? 可能不是纯洁 这个地方代表还是 乌克兰军队能够掌控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失陷了 大家看一看这条战程 大家也猜到 这个劳金斯克州剩下白色的地方就是这里 这里的地方主要是哪里呢? 不顿涅磁克 所以大家没有发觉 它有些突出步已经出现了 例如波帕斯纳 波帕斯纳就是这个位置 波帕斯纳 大家看到没有? 特意打了出来 然后打断它 然后打断它 攻击这个不顿涅磁克的位置 另外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力波又打 这个位置应该要同回 伊九母这里来的东南面 大家看到这里的东南面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大家一起打过来 这里就会做一个中包围网 而大包围网就要在伊九母的西南部 包出来 打到Cremantosk这个位置 然后就切进来 这样切进来 就可以将顿涅磁克州 又拿了一半 所以你会明白 俄罗斯的战术 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开始 其实就是想做一些合拢工作 另外现在的战场 北顿涅磁克很激烈 另外这个 来曼也一样都是这么激烈的 来曼也是那一句 这个位置慢慢向前吃 来曼也是一个火力交加的地方 北顿涅磁克 我们昨天就和大家介绍过 这个地区 现在他们有一条桥 其实这条桥就经过 北顿涅磁克 这个叫做 赖申昌斯克 很难译的 卖申昌斯克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 有两条桥 有一条就炸了 还有一条 现在很多时候 做一些补给工作 其实就是这条桥去做 北顿涅磁克 暂时都未去到孤立无闻 但你说要帮他做一些空中支援 相当困难 即你说要用直升机做运寶 用战机帮他开路 运输机 帮他剃寶 非常困难 而绿路 也很难过得到 赖西昌斯克 这个地方的 攻击包围 所以 现在断了两条桥 然后 进而 你看到 波帕斯纳 这边 和 Kremlin 这边 包括 现在一个新的地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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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包围着几个城镇 通常是几个村 这样打下去 我们看看有没有图 大家可以看得清晰一点 看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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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看这张图 看这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就没问题了 是 不要紧 大概 这四个 这四个阵 就是这里 另外 这个位置 也是在激战 圈着这个位置 也是在激战 另外 亦都给大家看看 现在 刚才我们说的 波帕斯纳 那地方 亦都说 一挺蚕食 很多不同的地区 大家注意 现在地图 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北顿列慈克 北顿列慈克 现在基本上 有几路的部队 在夹击它 所以 也是几凶险的位置 大家看到 我们说到 他们的桥 那条桥 主要拼着这两个位置 现在有一条 断了 所以 补给来说 比较困难 你看到 这边的E9帽 上一点点 E9帽 那条线 一路打 大家看到 这个位置 Easy 对 然后一路打到下来 Slovensk 就是这个位置 Slovensk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之前 三名英文 大家说的 欣平 就是这个位置 你见到 幸运的地方 在于 萊曼 仍然在包围 但未被攻击 完全成功 所以 你见到 藍色线 这些位置 或者它的虚线 就是乌克兰军队 建构的防线 是难打的 其实现在 大家看下去 都是错终複杂 尤其是 他们新开辟了 战士在 Horica 这个地方 亦都逼到 其实 顿涅池克 这边 他们把一定的兵力 投放在这边 但 就会看到 普巴斯拿 就是 波斯帕纳 这个地区 凸出步 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 光大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位置 一直向里面蚕蚕 所以 慢慢形成 对北戴治克 口袋的战术 这个位置 就会越收越窄 由包围圈 这样去打 所以 这是其中一个观察 另外 这里 亦都看到 刚才我们说的 波斯帕纳 这个情况 这里 就其他地方 包括这个 SOLOT SOLOT 这个位置 亦都是他们 很想 很快趣 去囊括这个地方 拿了这个地方 然后 可以 四通八达 地向前 做其他推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现在 亦都被攻击 被炮轮等等 这个 黄色圈 亦都被攻击 前线 包括 亦都看到 其他 这个 Tripea 这个阵 亦都是大量 火力攻击 大家看到 另一个阵 和 V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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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之前 有网友说 这是一个 信号 告诉大家 烏冬地区 现在 是比较高级的 尤其是 鲁金斯克州 大家会看到 这几个位置 这里是烏冬的情况 另外 我们讲到 看看有没有其他线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 俄罗斯划切了 德顿涅茨克这边的防线 攻击方法 和大家讲了 这边 有些桥可以过去 北战涅茨克 这就是我们讲的 黎西昌斯卡 这个地方 黎西昌斯克 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 现在是乌克兰的防线 所以你看到 又不是弃手 但是这个地方 都有机会 最后要失手 如果失手了 如果可以 就尽量支持住 所以 我们讲到 双方打的 补给线 问题 定一到 就会最好 我们讲回 他们的补给线 俄罗斯 就是这一条 主力攻击 这个地方 Buchensk 这个地方 你见前一点 鲁比日内 过一点 现在都是进行战斗的工作 这边一定是重火力 俄罗斯也有加兵 在这里打 如果这里真是理想 打得穿 其实依久没有反而 那边 他们的兵力 可能要做一个重新的配置 现在他们都是守着 先打了这边 西南 东南 然后博通 去到Sloviansk 然后博通了之后 一路去 然后再做这个包围 所以 其实现在是同时间斗快 你看看 谁切哪个呼吸线 否则 不然 这个位置 就会切断这个呼吸线 它最后都是要退 退回出来之后 尤其是 又会被 这个 波斯纳普 波斯纳 波斯纳这边 做一个包围 所以一打 可能要打到出来 这个 来曼出少少 这个位置 就是Sloviansk 这个位置 去守住 这边就会变成前时 到时 会见到1 2 3 3面 火力 去围攻 那就会有点危险 变成了 其实你要退 就退到上去 这里 所以相对大家就看到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 有一个三面包围的形势 这样打下去 烏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 主要 都真的需要 现在的重火力 看看他们将来如何收复到一个地方 之后再回到这个位置 都要再观察 烏南 就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烏南那边 其实烏南那边 你见到俄罗斯也是他们去结集他们的部队 尤其是他们要准备什么呢 他们要准备就是防空阵地 主要都提防烏克兰的特杂 做多不容的偵察 炮击烏克兰 准备就对付两个地方 一个是杂波罗尔 一个是蒂列伯罗 而他们自己就再防守他们自己的客义虫 暂时 烏南就没有特别 烏南纯粹只是这样做一个防御工作